詞曲 李宗盛 粗粗 詞曲 李宗盛 刚才你听到的就是这首拆头缝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结尾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秒 但你的情绪是不是已经被廖昌永的演唱所感染了呢 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呢 当然它不是喜悦激动和兴奋 但也不是悲哀痛苦和愤怒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有一个词叫做无奈 无奈是什么呢 无奈就是即使你再怎么努力想改变什么 但什么也不会改变 只能默默的承受 无奈是一种比伤心更深刻更持久更让人沮丧的感觉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你不可能违背天意 你也没有能力去撼动命运去改变自然规律 无奈似乎是生活当中的常态和你终身相伴 既然无奈无所不在 那么当你碰到无奈是你会想些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呢 如果把无奈变成文学语言变成艺术旋律并推向极致的话 那它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这样一首词和这样一首歌 那是一个桃红柳绿的春天 一位风姿错约的淑女和她的丈夫一起来到沈园踏青赏春 正巧 对面迎头碰上了一位风流踢躺的年轻才俊 这一顿才自家人四目相对时 电光火石瞬间爆发 但又瞬间熄灭了 这位淑女强压住心头的兴奋转过身去 大方得体的和丈夫说了些什么 在征得了丈夫的同意后 她赶紧去为那位青年才俊安排了一桌精致的韭菜 就这样这场春游邂逅很快就过去了 淑女陪着丈夫离开后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一幕惊天动地流传千百年的爱情绝唱 就此大败于天下 这位青年才俊借着九星吟唱出一首词 然后信笔就提在了沈园的一束墙壁之上 这位青年才俊就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 原文是这样的 红书首黄塘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厄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理所 错 错 错 这首词共有两个段 这是第一段 它的意思是说 红润白皙的手里 碰着盛满黄塘酒的杯子 虽然满城荡漾着春天的景色 但你却像宫墙当中的柳树那般遥不可及了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啊 在公院里邂逅的那位淑女 就是她的前妻唐婉 当年郎才女貌 陆游和唐婉的婚姻十分幸福美满 而陆游的母亲担心儿子沉迷于儿女情场当中荒废了宫业 这位恶婆婆就迁怒于儿媳妇 对她责骂不已 不到三年 就硬生生的把这对恩爱夫妻拆开了 躺完改了嫁他人 从此音讯全无 没想到七年之后的春天 竟然在公园里又不期而遇了 路由满肚子的哀怨愁苦 一下子喷涌而出 她说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理所 东风啊 你是多么的可恶啊 你把欢情吹得那样的稀薄 满杯的酒像是满怀忧愁的情绪 离别几年的生活是那样的萧索 哎 错 我一怀愁续别几年轻的情绪 我一怀愁的情绪 我一怀愁的情绪 伤盟随在经书难途 默 默 默 美丽的春色依然如旧 只是人却因相思而消瘦 泪水洗尽脸上的胭脂红 又把丝绸手帕全都湿透了 这里的一个透字 不仅描写出前期流泪之多 伤心之甚 也写出了路由对唐婉的观察之细 关切之深 桃花凋落在空地的池塘楼阁上 永远相爱的誓言还在 可是书信却再也难以交付了 明明在爱 却又不能去爱 明明不能去爱 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思 刹那间百感交集 万见穿心 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 再一次破喉而出 莫 莫 莫 明明言忧未尽 意忧未了 情忧未忠 却偏偏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是何等的无奈 何等的凄苦啊 听起来令人是荡气回肠 廖昌永的演唱更是别开声面催人泪下 故事讲到这儿并没有结束 路由的前期唐婉 在看到了路由的这首词之后 就喝了一首词 世情薄 世情薄 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一落 小风干 泪狠残 玉前心事 独雨斜蓝 难 难 难 昨天晚上被雨水打湿烈的花草 经过佛小的风一吹 已经干了 而这里流淌了一夜的泪水 直到天明时分 一直都没有干 这是多么的痛心啊 他问自己 要不要把离别相思之情 用信件写下来寄给对方呢 他依靠在栏杆上 思前想后 发出无奈的感叹 难 难 难 接下来是词的下半句 人成个儿 金飞拙 病魂长寺 秋千锁 脚声寒 夜蓝山 怕人寻问 眼泪装昏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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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叹道 自己在横遭离异后 孤苦伶仃 而路由呢 不也是感到行之影单吗 多年的梦魂夜迟 终于积劳成绩 更为不幸的是 在改嫁之后 竟然连悲哀和流泪的自由 也丧失殆尽了 只能在晚上暗自的伤心 天一亮就要咽下泪水 强颜欢笑 这样的心境之苦 可想而知啊 既然无力对抗封建礼教 那只能无奈地 把这份爱情 增藏在心里吧 唐婉在写出这首词之后的几年 就离开了人世 陆游在八十岁时 作诗再有甚缘 长南小末又逢春 只见梅花不见人 欲古九成全下土 莫横幽索 必兼臣 要把这样一首流传千古 情感极为复杂的古诗词 用歌唱的形式演唱出来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廖长永用精湛的技巧 细腻的情感 把人类这种无奈的情绪 演绎得出神入化 催人泪下 感人至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唱歌 发广告 近年荣礼 澐火 兽 Factin 顺ANTE 这个名字 员 уст 和歌与 与怀重许 纪念理所 错 错 错 词曲 李宗盛 春如酒 任空守 泪痕红衣 娇娇头 桃花落 仙枝阁 山梦随在 京树难途 山梦随在 京树难途 樵梦山那叫小欧 桃花落 仙枯ander 樱花落 仙枝 王黄二四六臣